常常的電線從五樓的窗戶一直垂到一樓 而用途竟然需要充電動機車 自己用延長線充機車 同棟住戶最擔心的還是安全問題 已經勸阻好幾次 但當事人只是回應 除許他會負責 甚至鄰居間一度因為電線發生爭執 而其實這個行為也已經違法 由於該建築物沒有管委會 建管處已經聯繫臺電 臺電人員也將到場勘查 如狀況屬實就會請用戶改善 並協同當地警局一同注意 維護用地安全